明天選教宗,望實條煙通 有五百多年歷史的梵帝江西斯丁教堂 裝上最後一支煙通 代表選教宗的準備工作進入最後階段 暫時還未有大熱人選 分析就估,為數115人的書記團 全部都是由前兩任的教宗委任 估計新教宗都不會偏離保守路線 不過就有書記放風 或想選個年輕一點又魅力一點的 清白和沒有醜聞前身的聖人 改革教廷 百幾個書記在當地時間明天上午 會先進行離殺 下午再進入教堂 和外界完全隔絕通信 一人一票選出新教宗 用煙通公布結果 白煙即是新教宗已經誕生 核煙即是未有共識 根據教廷規定 教宗必須取得三分二的選票 即是至少77票 外界估計第一日多數都沒有結果 之後每日的中午和傍晚 都可以各頭一次票 直到有結果為止 預計新教宗會在復活節之前誕生 社會的中午 理工 都ladı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